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日观察 欢迎各位的收看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 刚刚公布正在征求意见的 征信管理条例 这部条例呢 对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的 征集管理评级和使用 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同时呢 对信用信息的征集机构 也进行了严格的规范 那么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信用信息的征集和管理 也许还是一个陌生的话题 那么这部条例 会给我们的经济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呢 我们究竟该如何保护好 使用好我们的信用信息 今天我们将就此来展开评论 我们的两位评论员呢 是何帆和刘哥 同时各位也可以登陆 央视网 新浪网 搜狐网 和腾讯进入话题 来发表您的观点 稍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给予关注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正在征求意见的 征信管理条例 国务院法治办公布的 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引发严重关注 征求意见稿 将征信业务定义为 包含信用报告 信用评分和信用评级 并明确规定 征信业监督管理工作 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 负责对征信机构 及其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由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 中国征信中心 成为独立法人 负责全国统一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的建设 运行和管理 金融机构应了按照 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规定 准确完整及时的向中国征信中心 报送其客户的信用信息 中国征信中心 可以向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 金融机构之外的 企事业单位等 收集个人 法人 及其他组织的 相关信用信息 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等 可以向中国征信中心 查询个人信息 可以查询法人 及其他组织的信息 到2008年年底 中国征信中心 已收录了6.4亿的自然人信息 信用 通俗的说 就是说话算话 借钱还钱 征信是由专业化的 独立第三方机构 建立信用档案 依法采集 客观记录 用户信用信息 依法公布 目前 我国的征信信息 主要来自 一类是像商业银行 小额带款公司 这样的机构 另一类是个人缴纳 电话费 水费 电费 燃气费等 提供先消费 后付款服务的机构 随着每个人的 经济生活活动增多 个人信用报告 越来越重要 甚至已成为 一个人的经济身份证 刚才这个新闻短片当中 有一个不算小的数字 也许会引起 大家的关注 6.4亿 它代表的是 到目前为止 央行的征信中心 已经收集整理到了 6.4亿自然人的 个人信用信息 那么我想 何博是不是可以 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这个系统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这个系统有主干 有支干 主干就是我们官方的 从2003年的时候 央行就成立了征信管理局 后来人民银行 一直在推这件事情 包括在上海 这些地方做试点 到2006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 全国统一的 个人信用信息的 一个数据库 已经开始正式来运行了 那除了这个主干之外 我们还看到 有一些民间的 有一些征信的 一些机构 我们现在也有一些 这样的公司 当然我们这些公司 还比较小 不能跟标准普尔 木迪这些比 但从过去来看 整个征信的行业 它的发展 遇到很多的问题 一个就是管理多头 九龙治水 那么另外 还有很多 我们自己的公司 规模比较小 竞争率很差 那这次这个条例的出台 其实是做了一个规范 就以后这个行业 可能会发展 更加健康 其实我想6.4亿 绝不是一个 很小的数字 也许我们三个人的 信用信息 现在都在 央行的征信系统 对 这个系统 现在实际上 是全球最大的 全球最大的 但是这么多人的 这个信用信息 到底是如何 被纳入到 这个征信中心的 举一个例子吧 就打我个人举例子 我到银行 开一个户头 如果我仅仅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